气温下降加上空气质量不佳 一些体弱的市民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就纷纷中招 其中还不凡年轻人 上海有一名28岁从事金融行业的白领 因为经常熬夜 但是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睡得再晚 睡之前都要锻炼身体 几天前的一个深夜 他照例用哑铃锻炼了半个小时 突然感觉到头痛 两个小时之后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 头颅CT显示 这位年轻的白领脑部珠网膜出血 左侧大脑当中的动脉分支的一个小动脉瘤爆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 由于年轻人社会压力大工作繁忙 缺乏运动再加上熬夜抽烟高油高盐饮食 导致血管提前老化或出现各种血管瘤 年轻人头痛越来越常见 一直头痛或头痛性质发生改变频率增加 这些都可能是脑部血管病变的信号 但因为偏头痛压力性头痛 在很多人看来是常见病并不被重视 医生建议 越是年轻人越应该建立起健康的生活习惯 减少熬夜 避免抽烟 保持运动 调整心态 并做